那有很多人 包括记者在内 昨天晚上可能都没睡好 因为都很关心这个案子的最新发展 只有今天清晨半夜三点多钟 才定柯文哲是无保请回 那但是呢 副市长彭震生 反而积压境界 那这个事情的发展 好像跟大家之前所预估的不一样 好像感觉上彭震生的问题更大 是不是呢 那柯文哲不出地院之后 当然很多小草在等着他嘛 然后柯文哲发表了 简短两分钟的谈话 他又说检察官查扣了 他的手机跟硬碟 然后拿里面的资料编故事 这两天当中呢 可以说是急进压迫跟灵虐 然后呢在脸书上 他又写了一大篇 其中最让大家惊讶的是 他写了这一段 他说关于这个案子 我完全没有过问 作为市长不应该过问单一个案 然后接下来注意哦 后来容积率是百分之八百四 我完全不知情 他不是有盖章吗 那今年三四月份 一直到媒体开始闹 才知道金华城的容积率是百分之八百四 这个容积率可不可以到百分之八百四 我先跟大家说 这个蔡委员在自己的脸书上写了一篇 我觉得这是我到目前为止 看到最简明最清楚的 看了之后呢 大家就完全理解 大家记得上去看一下 然后帮委员按个赞 然后但是呢 我再后要请委员讲一下 他不知道哦 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随后呢 柯文哲跟陈佩奇没有回自己的家 是搭黄珊珊的车 去黄珊珊的家里面休息了一个晚上 黄珊珊有解释 说是柯家楼下全部都是记者 那回去没有办法休息 朝到邻居 所以到他家去休息一个晚上 那北院也解释嘛 为什么柯文哲可以回去 但彭震生把他压起来 说柯文哲不是都委会的与会人员 也没有相关专业 检察官所提出的事证 还没有达到有犯罪之高度可能性的程度 那当然北检不满了 北检会提出抗告 那亮哥首先就警告柯文哲 你不要以为北检输了 今天有很多媒体标说北检输了 对不对 北检这几个检察官都很厉害 就是亮哥说的 建议柯文哲不要讲太多 我就要提醒大家 陈水扁16年前是两次无保持回 后来呢 还有这个郑文灿也是一样 他到积压亭第三亭的时候才被积压 所以一开始我就先请教一下委员 我们还是从今天最大的悬念开始讲起 840%的容积率 柯文哲到今年三四月才知道 可能吗 在谈柯文哲这个案子之前 我要先先说明我个人的想法 我一向主张不管蓝绿在怎么恶斗 同都在怎么混战 司法的水平跟公正性必须一代一代人累积才建立得起来 司法在判人家有罪的时候要严格遵守两个法学上的基本原则 第一个就是确凿的证据 你证据不可以模模糊糊 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明确毫无疑虑的地方 这个证据要到这种程度 第二个呢就是严密的逻辑推理 你这个证据跟这个罪行之间的逻辑推理 必须严格到毫无怀疑的地步 不能疑似不能可能 这个是法律人对自己的最基本的要求 我们台湾有没有到达这个水平 不能说没有 但是似乎还有点距离 我先讲我为什么坚持这个原则 当然这个是我从政以来一向是这个想法 所以2013年有两个民进党新潮流的头目 一个叫吴乃仁 一个叫洪启昌 两个人涉嫌贱卖台糖的土地 结果啦最后定议 吴乃仁被判刑三年半 三年十个月 洪启昌被判刑两年半 那当时有一个人出来喊冤 他台南市长赖清德 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有犯罪 有歪割 我退出正台 不是后来被薛容介嘲笑个老半天吗 你退了没有 不但没退还高僧当总统啊 对不对 最后洪启昌无罪 已经定议了再审喔 全台湾没有这个第二个例子 定议了再审 然后吴乃仁变九个月 因为他台糖董事长 当时在帮他们两个讨论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站上立法院司法委员会讲台去咨询的人 是国民党立委蔡正元 我看那个判决 我怎么看都怎么怪 一般人觉得 宏启昌确实有收缩一千万元啊 确实有啊 无奈人确实有贱卖土地啊 证据是不是确凿 对 诶是确凿 毫无疑虑没有怀疑 可是问题出在逻辑推理不严密 就说你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的连接性 有没有到达毫无疑虑的地方 所以我拿起资料 我就直接咨询 司法院的秘书长 然后来高松大法官 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因为我是专业的问法律问题 他一句也答不上来 只有隔了一段时间 司法院啊 同意再审 没有人再审的 定愿再审 那有人说 国民党干嘛去帮那个新潮 那么可恶的偷偷啊 理由有几个 为什么 第一个 来被指控 建埋土地的人 是本来的成猪人 诶 这个情形就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给成猪人优先购买权 然后如果说有优先购买权的时候 你拿出来标售的是价格可能炒高吗 诶 这个都是疑问 所以 你看价格的确是比市价低 可是在这种条件底下 你要推理说这个就是犯罪 大有问题 第二个 你说洪奇商收一千万元 确实啊 他收一千万元啊 但他说 他是给民进党的政治现金 不是给我洪奇商收走了 那钱的确是洪奇商去拿 但是是交到民进党党库里面 我蔡某人跟民进党干了一辈子 我还帮民进党 咨询这个案的 这底下的柯建明啊 看着傻眼了 然后那个潘某刚刚也看着傻眼了 你说 你是哪一党的 问我我是哪一党的 我说我不是哪一党 我希望台湾确立一个 世界水准的法治水准 不能这样随便乱判 所以我在一步一步推理的时候 司法院自己心知肚明啊 他们两个很知名啊 所以结果呢 至少同意再审 法官采用最后判决采用 也是我的 我的推论的方式 这个推论是有问题的 不能这样路人于罪 那我来谈柯文哲这个案子 一个 有没有确凿的证据 没有 我肯定都没有 你说贪污 请问你 他说钱了没有 没有 金流呢 没有金流完全没有啊 然后台北地检 经常放消息给靖周刊 说七百万 对 然后后来人说是一百七十万 你干嘛故意制造假数字 对 一百七十万还是人家 什么父母 顽顾以后的首尾钱 对但是检察官说不相信 可以说我不相信就 对啊 可以这样子哦 你可以去查啊 对啊 你可以说我不相信 你有权利不相信 检察官办案也要严格遵守 法学标准好不好 你相信你就要证明那一百七十万 比方说嘛 是从审刑金户头流出 或从应小微户头流出 但可以单方面的不相信 我就看到也很惊讶 这绝对不可以的啊 这个叫罗姿罪状 这个叫驱打成招 这个叫清朝办案 嗯 我这样讲 够客气啦 再来 你说图利罪 图利罪叫做不法图利 你要说到底违背哪边罚不罚 你说哎呀 因为过去人没有给这么多的 这么高的这个这个农机率 他有没有超过20%的上限 没有啊 对大家去看委员的脸书 解释的非常清楚 他就是没有超过 如果今天超过20%的确是违法 那没有超过20% 可给可不给 这个采良权 你说哎呀 以前没有给这么多的例子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台北市是很落后的城市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盘踞在台北市政府 历届很多的这些官员里面 都不肯给 许多艰难充足的农机率 你看高雄 台北市没有商务的土地哦 高雄都有 什么叫商务 法律规定一般的叫商务 后果高雄 那个某媒体大亨一批农机率 就高得很 你们不去问 我公开讲啊 那高雄市议员 周宇仙就拿出来 国賓饭店 用围饒重建 是围饒吗 诶 批啦 饭店是要定期检查 还在营业怎么可能是围饒咧 围饒是快要倒了才要围饒 不是啊 然后给了一只 农机率1000%以上 我问你 我对这个1000%没有意见 那是高雄市议员邱宇仙 觉得有问题 应该跟他收起资料 他们不给 然后我的意见是说 这个是市政府市长可以裁量的 你看那个上海的农机率 哪一个是在1000以下 为什么 都市发展就有这个需求嘛 所以你要讲说没有法源 没有依据 他市长裁量权范围里面 是这种裁量权啦 那这个案子是所有的包括会议里面 柯文哲没有参加 柯文哲没有盖章 那有人讲说 上面不许盖柯文哲 一直这样 他不了解市政府的程序 如果今天是秘书长裁定了 有秘书长专用的市长章 如果是副市长裁定了 有副市长专用的市长章 有局长裁定了 有局长专用的市长章 所以他们叫甲乙丙丁章 但是也有另外的市长 自己亲用的章 那你说柯文哲有盖章 对不起 那个章是副市长专用的 市长章 因为对外都一定是用市长名义 举个例子 我们就申请一个户籍腾本 上面也是盖市长的名字 蒋万安啦 那个章是蒋万安盖的吗 当然不是嘛 对 可是对 我已经这样讲 我能够理解 但这个案子不算是个小案子 当然啦 对 所以说柯文哲这个解释 是可以通吗 我先进一段广告 刚委员把这个大背景 还有对这个法律的认知 讲得很清楚 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建立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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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